外劳为建设大马做出重要的贡献 我们应当尊重外劳的人权 维护外劳的权益 我是印尼外劳关怀中心理事王清荣 全球正在收听榴莲台 durianfm.com 非常难头,我是凯铭 九高教,我是维尔 今天这个世界全球最幸福国家报告是公布了 那么获得第一名的是丹麦 第二名是瑞典 至于我们大马呢,排名是排在了第四十七 其实是比日本、韩国还有香港还有好的 还有中国 标准是什么标准 标准是什么标准 这个主要是要从这个国民的收入 还有这个国家的安全性 还有个国家的这个寿命跟健康 作为幸福标准 还有就是心裂弱弱的一点是 发生问题时有人可依靠 这样的一个条件 发生问题是有人可依靠 这个人指的是身边的人呢 还是说是 比如说 假设 今天我家里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 可能入贼了 这个可以依靠的人是我们的警察吗 单位吗 如果家里着火了 能不能依靠的是说 这个消防局单位 就马上在几分钟后到达 把我灭火 这个就不知道 所以就是不知道 他这些标准是怎么看的 当然这个报告出来 肯定相信的人永远相信 不相信的人永远都不相信 就简单来说 就有些人是觉得说 你还说我们国家幸福 我们国家什么好幸福啊 有这样的政府啊 这样子的领导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排名第50 很符合很多人心目中的这个排位吧 第47 排名47 对啊 然后竟然比日本啊 比香港那些还好 还拍哪一个国家 刚才你说 比日本 比香港 比日本 韩国 香港和中国好 就在亚洲国家里面啦 就是这四个国家 我们是比他们好的 是比他们好一些啦 但是你说很好 其实好很多耶 日本排名第53 你把排在我们面前的 再搬出来 可能又不太好了 就是新加坡排名第22 泰国第33 台湾第35 哇 你看泰国都比我们好耶 很多耶 也就泰国而已啊 你可以说 没有啊 就泰国比我们好很多的话 其实 其实老实说 我还蛮喜欢泰国的国家 但不是因为它政治的关系 而是整个环境啊 让你觉得 呃 就是他们的人 挺 挺 呃 你说友善亲切 我觉得也是感觉挺友善亲切的 虽然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就是有种感觉 整个泰国环境是比较 不是人啦 应该整个环境都比较亲切 而且你还要加多个条件说 他们还刚刚恐怖袭击的事情都发生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 他们还是比我们幸福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 我就搞不清楚了 这是他的标准 确实也需要再详细的了解一下 嗯 但是就基本上 你信不信试看 反正我们看起来还是 大部分人都不信了 勉强中等的一个幸福指数 再不然就人家告诉你说 我们国家本来就很好了 只是不好的是政府和领导人 啊 就会这样子说了 所以就是政府和领导人的这个幸福 就把我们拉低了 但是其实我们是一百分 结果就是因为政府了 这个拉到四十七 那意思就是说 我换了政府换领导人的话 这样我们幸福就可以 这些飙升前十名了吗 可能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看这个很信者很信 不信者永远都有一大堆的道理 嗯 那当我看了就说幸福指数 现在看看就有点 比较不幸福的指数 这个是根据我国政府 就是大马政府的统计啦 说收入贫穷 或者是赤贫阶级的人 在我国之内 是在从去年的五年内 增加了十万人 所以就是从2011年 一直到现在 贫穷人数增加了十万人 挺讽刺的 跟之前的新闻看起来 看来贫穷的增加是幸福的 其中一种指标 可能我们其实原本的排名 是比较高的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结果就减少了 也可能吧 如果往好的方面看 是这样子 也有可能是 本来幸福是很低的 但是因为穷的人多了 所以幸福指数飙升了 大家不用去想太多了 就好过生活就行了 再更在乎身边的人了 你也不在乎更多其他东西 嗯 也许吧 反正就这样的统计就发现 然后预码援助金方面 领取的人也是增加了 就国内有超过十万的人 是领取的这个援助金的 所以看起来是 如果说是增加了十万人 然后领取的人有十万人的话 看起来还是有帮助到的 这个援助金 我觉得主要应该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你直接给人家鱼 你倒不如教人家怎么去捕鱼吧 援助金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但是实际上要了解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是处在 这个平中线的这个范围内呢 是不是因为整个国家的政策出现了问题 整个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些问题 甚至是可能 整个环境啊 都是因为国际的这个影响 结果没有办法 是没有办法主导的 这都是一些原因啊 那如果真正了解这个问题所在 它根结是在哪里 就对症下药 应该会比较实际上能让问题 问题慢慢缓和的一种做法吧 与其你只是在派钱派钱 一味的派钱 你那派 比如说你派一个五百块一千块好不好 这五百块一千块 你能用得了多久 就贫穷的人是可能一两三个月吧 没有贫穷的搞不好可以用半年吧 可能吧 就我很难说 很难说 因为就减低 就可能买白米啊 那一种东西 就简单的吃 也许还真的 看你一家有多少个人 反正总的来说还是要治本啦 所以治本就是要振兴经济 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其中一项就是在 位于这个独立遗产 这个瓦里山瓦里山 发展区呢 最近就有一个计划 是要建立一个叫做118大厦 那么这个大厦将会成为 当地的一个地标 然后也说是值得大马人 骄傲的地标建筑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位于策略性的 吉隆坡金三角地带 一旦完工可以对当地这个地库 带来争执的效应 可以发展旅游 发展当地旁边周围的这些地区 都会有很大的经济发展推动的 其实很多领导人都有一种野心呢 就希望可以在自己在位的时候呢 就留下了一些可以让人觉得说 这是他的丰功伟业的一些东西 但是丰功伟业这回事嘛 有时候挺subjective的 就是很主观的 你认为这个是好事 人家看不把看成一些好事 但是唯一能直接让外国人看到的 就是你把一个建筑物建起来 越高就越好 越大就越好 越辉煌就越好 有多辉煌就多辉煌 有多高就去到多高 但是这种大厦不大厦 其实在很久以前 就是在以前 就是很多各国角力的时候 大家都会争扎 要建一个最高的这种大楼来比拼 其实就有一个理论是说 这样的一个大楼 其实有点像 毕竟大部分的国家的领导人 都是男生嘛 所以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 比拼 看谁的这个最高最长 所以这建筑物跟这个男性的性器官 是有很大的相识度的 这个说法我不能够完全认同 但是我只能够认同一个点 就是说领导人都有一定的野心 而这个野心呢 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个丰功危机 留着让世人可以看到 而这个让世人可以看到的东西 你不能只做一些东西 他们就是说 哎呀做这些东西 可能人家就忘记我了 但是我要把一些实际上 实体上的东西 把它建起来 你才能看得到 马迪留下了双风塔 天纳吉要留下的是什么的 118大厦 118大厦 我看就看这个 接着还有多少个领袖 要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丰功伟业 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实际的丰功伟业 可能这样的一个做法 可能就对刚刚这个 一万的贫穷家庭 就可能是很大的讽刺了 毕竟这样的一个大厦 的确是可以带动经济了 但是好像轮不到他们来分一杯羹 这样 对啊 你八层楼这个地标 你吸引海内外的投资 那 他能为整个国家带来一个 如果是国家有钱的话 是不是人民也可以 享受到那个福利呢 如果国家有钱 人民享受不到那个福利的话 那其实这个有钱只是 一小部分人有钱 只是那一小部分在顶端的经营有钱 那其他处在这个低阶层了 同样的还是会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 是的 非常困苦的这些人 当然这另外一批的也是这一群 也是困苦的人 但是他们却似乎也是很有 怎么说很有魄力哦 因为就是他们是 这群人就是我们的外劳了 那这些外劳就在2015年 有一个调查说 他们从大马汇款 就是汇款到他们自己国内 就是汇出去啦 是总共汇出了347亿令吉的 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哦 很难想象耶 我觉得我们我们自己可能一些 一几个城市内加起来都没有办法 有这样高的这个州什么州收入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种数字吧 那当然这也反映出了马来西亚的外劳 有是挺勤劳的 应该很有毅力吧 就是能够存那么多的钱 我们本国人可能就一堆人就存不到钱了 但你要看这边有多少名外劳了 如果是好几百万的外劳 才汇出这个三百多亿 你说多不多 但是呢 他我们知道这些外籍劳工 他薪水是非常低的 他收入很低 所以积少成多 那等于是说他们把自己赚的钱 几乎占了大部分都把汇到家里去了 自己只剩了 那可能一些一定点的一些小数目就过一些正 过些只要能不让自己二肚子二肚子太夸张的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力气工作就行了 而且重点是这样的一个数目还是由正常管道汇出去的这些金钱 就是非法管道汇款还不清楚有多少 所以这个数目是比三百四十七亿更加高的 所以你看啊 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心里不平衡了 就觉得说原来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工作 如果是让我们自己国人做 我们确实是可以创造那么大的一个一笔经济效益的 三百四十七亿 因为毕竟有那么多外劳进来 等于是说肯定有那么多的空缺 你没有这样多空缺 因为你外劳进来就没有工作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空缺就给外劳填补了 那本地人为什么不去做呢 是不是真的就像部长说的三低的工作 你不干 财政副部长卓哈里就有说了 就是基本上如果不让他们聘请外劳 我相信他们就还是会必须要聘请本地人了 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不是应该这样的政策呢 就是真的是不让他们聘请外劳 就逼着你一定要聘请本地人 你聘请本地人但是没有人做那怎么办 你要聘请不代表人家愿意去应聘啊 对吧 那如果没有人帮你做 你这个公司怎么应做 你这个工厂怎么去操作呢 是不是到最后也要倒闭 那倒闭也是一个人所反应啊 是 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课题 然后看完这个经济方面 我们来看政治 伊斯兰党之前有宣布说 他们会跟一个政党结盟变成第三势力 一直都是很多人关注的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就算是正式的公布了 他们的这个合作对象 就是国民团结党 伊卡丹 就他们会与他们结盟 那么就揭晓了这个第三势力是怎样的一个状况了 这个在野党究竟有多少股势力啊 其实我相信不是这样子第三股势力 它势力太多了 就是之前明连口头上瓦解 但实际上还有 还有好像有一些联系 所以就是交接的这个势力 对对对就很奇怪 然后还有这个希望联盟 就就凭空出现了 然后现在呢 又多了一个伊卡丹 然后还有一些是没有关系的 不知道什么联盟 甚至连这个竞选盟也盟在一起了 然后还有 还有一些什么 就很多啊 我总觉得为什么就是特别多的这个 这个反对党啊 就没有一个党是可以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 反观国政 他竟然只是用一个党 然后把所有的这个就叫国政成员党 他不会有这个 什么伊斯兰党 国民党 然后国民团结党 什么就把全部 就大家各自为政 这是一个确实值得探讨一个问题 为什么反对党需要那么多 而不是一个阵营 对抗另外一个阵营 反对党比较接近民主 大家都一样 没有一个决定权的人 国政是独裁的 他只有这个巫统是最老大 所以这样子呢 就会出现更多的这种分裂 是好事来的 对不对 民主是搞分裂的 当然不是这么说 那是怎么说 这个反正就反正 现在是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 只像这边阿力也是有说出来 这个第三势力 绝对不会跟西连对抗 不会是一个 互相削弱的势力 所以这个其实好像也 有什么 难去理解的 这个东西有什么 有什么好提的呢 你看当时 你说第三势力 不会和西连对抗 对吧 再记得第十三届大选 也比如说之前两届 十二届大选 同样的有自己人 打自己人的现象 同一个选区 可以有公正党和行动党人 在争夺上阵 或者是行动 这个什么呢 公正党和伊斯兰党 伊斯兰党要跟行动党人 上阵 一起来争一个选区 那不是自己削弱 自己势力是什么 难道就说现在不会吗 我就不信 当然是这么说 其实现在看起来 好像反而是会更加严重吧 对啊 就是各自为证了 我都说大家心里 都有自己的胎 是神胎 鬼胎 仙胎 我们没有人知道 就他们自己最清楚 林地乡也站出来 对这个新的联盟 也说出来了 零加零等于零 就是这个伊斯兰党 不管你是加到谁身上 反正你们都是零嘛 所以倒只有你们 还是没有影响力的一股势力 他在小看这个事情 这个林老先生 为什么他肯定认定 伊斯兰党是零 而国民党是零呢 伊斯兰党现在 他的席位可不算少 所以不能够算零 搞不好 这个第十四届大选过后 真的来临过后 真正或零的会是谁 我们也很难说一个 会不会是 这个应该不会是 姓零就零了吧 应该没关系 也不会是因为 伊斯兰党是穆斯林 所以就零 所以就看 这个都是 一个揣测而已 所以他们有一个准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